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军武林距离我们会走进这样一支特殊的武警部队 来看看他们是如何用他们的双手 操纵这样简简单单的工程机械 来实现他们作为军人保家卫国的光荣使命 要搭一个五十米到六十米的桥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布局到氛围 这座营区和任何我曾经到过的一个武警部队的营区 都差不多 除了这个有点特殊的训练场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部的战士们 正在这座特殊的训练场里 展开他们的日常训练任务 可能是因为训练场是黄土铺成的 所以当这些巨大的工程机械运动起来的时候 你明显感到大力在跟着震动 战士们操作驾驶杆 做着各式各样流畅柔顺的动作 让这些不理沉重的钢铁巨人 有了和人一样的灵性 这样的灵性和强大的力量结合在一起 就能给我们带来一场 精彩的表演 比如像捡一颗玻璃球一样 抓起一块巨大的石头 然后稳稳地把三块同样大小的巨石 垂直地落在一起 摆偏了一点 不着急 扶一下就正好了 有特殊的训练场 有超长的技能 这支部队要打的仗 自然和一般的部队不太一样 这个任务的话 我们比较出现了的奖就是两大块 一个担负平时的强险救援的专业国家力量 第二个就是抢通保通的资源保障力量 就是这两大块的任务 就是平时和战士我们都有我们要做的一个任务 战争来临或者遭遇自然灾害的情况下 抢通道路确保人员物资的通达 是重中之重 这就要求有一支专业的力量 长年备战来应对这样的突发情况 那么我身边这个训练场呢 就我们的就是一个 临时驾桥的一个训练场 它这个是一个大概4公米深 然后划入5公米左右的这样一个水域 那么我们要通过这个模范化的训练方式 快速的搭建一座桥 我们现在看到 上面已经搭了大概两折左右的这个桥了 那么这间钢结构是怎么样铺到这个水面上去呢 我们要再看一下 现在正在往这个桥上倒呢 就是我们这个模范化的这个驾桥车 那么可以看到它这个对车辆驾驶 这个进度要求的还是挺高的 两个车轮呢必须是稳稳的 在这个两条白线中间才能保证 就这样在这个临时大地的那个桥上上呢 它整个的一个稳定性 这整个过程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因为我们对这个鼠下的情况并不是特别了解 特别是如果真正的遇到这个救灾的情况呢 很多情况都是我们知道 我们不一定确定它下面这个桥墩子 立的就是特别稳 所以它每一步都要一边做动作 一边做试探 从这一顿流畅操作中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战士对这样的驾桥工作 明显是有备而来的 这些驾桥模块轻便机动性好 而且展开速度快 特别适合应急抢通任务 我觉得到这个位置我大概能看明白 这个模块挺相当于是一个 折叠之后的一个桥面 然后呢应该一会儿呢会做一个展开 然后能够出山 战士们告诉我呢 它这个一个模块大概跨度 能够达到15米左右 所以要搭一个50米到60米的桥呢 需要用到4个这样的模块 好 现在我们看到三名这个战士呢 已经爬到了正在架势的这个桥面上 因为现在呢 桥面要开始下放 然后要把我们的这个桥墩啊 这个支撑腿展开 所以呢 他们在下放的过程当中呢 要进行一个人工的观察 的确认 桥墩展开了 原来它这个桥墩的这个 底座也是一个折叠的一个状态 很快用同样的模块进行展开 这座临时搭建的钢铁桥梁 就架到了模拟水域的对岸 跟战士们上桥 我才发现 这桥架好后 还可以略有拓宽 这让后续的车辆通过的时候 多了一份安全 接下来在两端铺设好 方便行驶的垫片 这座应急桥梁 就算是具备了通车条件了 完成了我们这个桥的大车工作之后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 就是要对这个桥的大车的情况 进行一个验照 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桥梁大车车呢 开始往我们的起点行进 但是不告诉我呢 这样的这个桥梁搭建完之后 可以通行像我们这种纹饰车辆 三十多吨都没问题 另外要提到一点就是 因为我们的主战坦克呢 它的这个使用是绿带啊 它在地面接触的时候 对地压墙会更小一点 所以实际上我们这样的这个桥呢 也是能够通行像主战坦克这样的车辆的 它就像这样的桥梁不仅在这个 应急的救灾当中可以使用 而在作战当中 能够为这种重型的装甲部队 开通一条紧急的通道 这桥我们过来了 事实上 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一直是这支部队最重要的任务 我还了解到 这支部队的前身还参加过 像十三岭水库等重要的 名声工程的建设任务 也在新藏县 川藏县这样的重要的 交通大动漫建设中 付出过汗水 甚至是先讯与生命 虽然几经变革 但战士们告诉我 他们很多战友 至今依然守卫在这些 对国家安全和国际民生 至关重要的公路上 像我们有个部队的一个首长 总结过 川藏县跟新藏县 两个最大的区别 一个是快豆子切肉 一个是炖豆子磨肉 你像我们讲的那个川藏县 是快豆子切肉 因为它那个山体滑坡 或者是大型的那个水匪 可以让我们战士们的生命 在瞬间之内消失 这一场花不咔 因为我们呢 有很多场面在那些 那个新藏高位的那些 那个我们的官兵啊 那个新藏县是顿豆子切肉了 这一路走过来 你只会感觉到 慢慢的慢慢的 越来越头疯搂胀 越来修梦 越来越呼吸急凑 就这种感觉 要担负如此重要的 交通工程的建设与维护 光有不怕牺牲 不畏艰难的精神 显然并不足够 那里更需要战士们 掌握精湛的技能 对于他们来说 挖掘机 推土机 起重机 就是他们击败困难的武器 所以必须要练到精益求精 这是战士们必练的一个技能 用挖掘机写毛笔字 这精准的笔法 你能想象 持笔的是一只 数吨重的钢铁壁膀吗 更何况这只笔 在距离战士们 足有三四米远的距离上 无动着 要控制住它 准确落笔 提笔 谈何容易 这高超的技能 我能学会吗 也许可以 但首先得从挖掘机的基本操作开始学 那我们进来之后怎么操作呢 我们这个东西它是有一个安全锁 也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位置你可以看一下 现在我们这左右动挖掘管 它这个没有反应 对没有反应 然后但是我们把这个挖掘管打开的时候 它现在就已经开始有动作了 它的前后就是控制那条小臂的 就是竖着连着那个 咱们那个抓抖的那个 对对对 控制它的前后 就是它往前推 它那个小臂就开始往前去 往回拉 它的小臂就往回来 这左右呢 左右是整个车的回转 然后右手边这个 右手边是这一条大臂 就是它的前这条大臂就开始往下去 然后如果往后拉的话 相反也是大臂 就是这条大臂 它就往上抬起来 对对就是往上抬 然后它的左右 是控制前面那个蝉抖 控制前面那个小豆子 它往这边往回收的时候 它蝉抖是像我们的手一样 像我们的拳头一样 开始往回收 那我看到我们这还有两头铝带 这个还是有一个行径的一个功能 对对对 这个功能怎么实现 这个铝带是在这里控制 这两个是操作杆 对两个操作杆 两个一起肯定是往前去 两个一起往后是往后来 这基本操作就算是学会了吗 要验证这一点 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工作 挖一头土吧 收小臂 降大臂 翻蝉抖 三个动作的连贯配合 才能挖出这一蝉抖图 右手往外放 右手往外放 对一边推一边放 右手往里 对 然后其他还有 虽然有师傅手把手地教 我这第一抖下去 还是得挖多了 我能感觉到 整台挖掘机都已经要歪过来了 并且发出了不情愿的抖动 尽管如此 我还是请师傅帮我 挑战一下挖掘机写字的客户 看一看会不会有奇迹发生 毛笔往里再放一点点 要居中这个中字 要写到居中 居一点点 回去慢慢点 慢慢动 往左动 好 再往下降一点点 往下降一点 好 中间由于时间太过漫长 请允许我加速略过 总之 基本上在师傅 一句一句的指令下 我写出了还看得过去的汉字 接下来 师傅从书法的小度 对我的挖掘机技术 进行了点评 你看像这一笔 到这块的时候 就是你的地道没有控制好 像这种地道就是 轻微的输小臂 微微的抬大臂 所以最恒下来之后 这可能是就是个直的 这个你的地道就是没有控制好 当然我觉得作为初学者 我这个作品还是可圈可点的 这让我信心大增 开始挑战更加高难度的科目了 你没有看错 我正在操控一只钢铁的五指大手 准备去抓一个篮球 是不是你也担心 会不会把篮球给捏爆了 放心 有我的精准操作 篮球 篮球并没有得到被捏爆的机会 由于五指是逐渐收拢的 所以必须要把爪子 放到距离和高度刚好的位置 才能抓住球 师傅说 这不仅是练技术 更是练耐心 慢一点 轻一点 稳一点 然后把他横向 别晃 别晃 然后把他准确地投进篮筐里 当然我们这样的作品 这一般用在什么样的场合 主要用在泥石流 还有那一些救援现场 一些钢垢 结构比较多的一些场地 给战区为什么要练这种 抓篮球这样的事情 因为咱们前面这个抓距 它是360度来回旋转的 所以说在救援现场的话 有的地方可能说空间比较小 如果说晃动比较大的话 它会造成二次伤害 所以说要控制这个爪距 我们操作的时候 一定要精准操作 就是控制它那个摆动的幅度 然后达到那个 就要直接给你 看到这个状态的 就是它这个状态 那么重的 如果不太想和我 就很重的 就是这个状态 它就是一个人的 在这艘身上 在那一身的 那边有什么 就是这种草蚂子 那么这种草蚂子 但是这种草蚂子 就是这样的草蚂子 就是这样的草蚂子 那种草蚂子 然后是这样的草蚂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整个下降过程还是非常平稳 甚至有点舒适的 这是我经历过的所有绳索架里面 最舒服的一次 当然 作为抢险救灾的专业力量 台庙面临的灾难现场 往往比这个更加复杂 也艰险得多 我们现在这个训练设施呢 模拟的是一个地震 或者是防务打塌之后的一个现场 像这样的废区下呢 很可能就有我们这个被困人员 我们现在要练习的这个过程呢 就是怎么样把被困人员 从这个狭小空间里面解救出来 但今天这个训练当中呢 我不是被困人员啊 我们被困人员是由我们站出来担任的 辛苦啊今天 不辛苦 因为在这个下面呢 不仅要操作各种的这种破拆设备 包括对钢筋的减断 同时呢又要防止我们被困人员 受到二次伤害 所以呢这不仅是一个脏活累活 而且是一个精细活 干精细活 趁手的家伙事是必不可少的 首先我们现在看到了 这个小型手持动力 主要进行安全破拆精细破拆 下面就是大型的 主要针对大面积破拆 一些废墟 这么大个稿子 一个人能使得动 一个人还是需要一个人辅助 然后后面一个操作手进行操作 下面就是一个钢筋减断前 主要针对我们地质救援当中 水泥板破碎之后 一般就会有钢筋出现 然后进行减断 然后将人员进行救出 除此之外 队员们还要有必要的个人护具 才能够投入任务 一名负责动力站 第二名速速围管 后两名负责小学军区 以上后分 同志们 收役者 进行 可以了 可以了 我们的战士们 先要对这个设备进行一个安装 然后我作为这个辅助员 我要先进入到这个 第二名 您可以使用 这房管的直径大概80公分 我坐也是坐不起来 蹲也蹲不起来 可能只能采取这个半趴的姿势 一会儿呢 我会等我们的另外一个操作手 把那个破碎的这个封稿送过来 我的封稿过来了 用封稿是因为被困人员和我 被一块钢筋水泥的废墟隔开了 现在要破碎掉这块废墟建立救援通道 而且不能伤机无辜 换个地方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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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这边行吧 好 干 大概大量五六分钟啊 好 我这边已经有点体育故事了 我现在站出来跟我做一个轮换 把水泥清开后 里面的钢筋就成了救援的最大障碍 控住了 然后检查好 打开输入房 打开输入房 我现在要对这个钢筋 要进行一个简短的工作 我先往右一扭 先对到这个位置是吧 对对对 znane 快 所以 你 여기까지 你 给它 都 是我 industry 这个 摄 現在我們通過把這個彎晶 進行彎折 然後現在形成了一個通道 我們的救援人員 現在進到了這個被快人的那一邊 接下來我們要用這個扳架 完成對被快人的轉移 雖然只是訓練 但被快人員出來的時候 我還是感受到了那種成就感 突然明白了之前很多新聞現場裡面 營救出生還者的喜悅 和痛失營救時機時 戰士們的沮喪有不住 對每一絲生機不放棄 是他們的使命 也是他們刻苦訓練的動力支援 我第一次來就體檢沒過 然後後來就把這個問題給解決了 然後我第二次才來的 就小的時候就特別想當兵 反正我就感覺參軍和光榮 然後我就來了 光榮在哪兒呢 我覺得光榮就是 在最危險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能出現 當戰士們在危難時刻挺身而出時 普通人對他們的感謝 也成了對他們最大的鼓舞 在今年的抗火任務中 災區群眾為這些武警戰士們 送雞蛋 撥蛋殼的畫面 帶著軍民一心的正能量 傳遍了全網 然後我們也使用了 我們也要的 我們也要的 來吧 我們也要的 老百姓把那個雞蛋摸的 放在我們戰士們的嘴裡面 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樣 戰士們 反過頭吃完雞蛋 就投入到 正在大雨中 凝固中 我們去扛紗袋 燙水 這種局面呢 讓我們戰士們 他們找到了這種價值感 就沒有在家中 是很開心 在家中通電腦 是很喜歡的 然後走下來 好 對 我最喜歡的 想像是